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 嘿大家好我是艾尔文 我是五一 欢迎回到艾尔文这个Podcast节目的第48集 好像还是玻璃杯比较有感觉 没有我们今天讨厌吧 跟大家告解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喝冰拿铁 你没有泡 我知道了 应该是我们刚刚买了卡玛的冰拿铁 刚刚喝完 也不是说不能再喝第二杯 而是因为我的冰箱里面没有牛奶了 过年还没有去补货 对对对 我们要趁过年前的时候再去补一下货 毕竟过年的时候 就是要准备很多的干粮 要煮的东西在家里 对再过三天 只要再上班上 只要再上班三天 各位要准备过年了 嗨起来嗨起来 不是这时候要放罐头音效吗 make some noise 没有罐头音效 没有我现在没有准备音效 好啦那大家应该差不多 准备过年要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正在做了吧 应该是正在做当中啊 对啊大嫂厨 嗯大嫂厨你是今年这一次比较早开始的一次 可是还是没有用完 毕竟你们家装潢嘛 所以还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严格来说 今年的气氛好像因为疫情的关系又在更少一点点 对不对 我觉得除了年纪之外啦 我觉得大部分大家可以认同的一件事情就是 过年的气氛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少 当然也有很多是因为法规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在夜市就买得到炮啊 这些东西 现在夜市还是买得到啊 就是哎 夜市买到这种柴的炮吧 应该买不到什么冲天炮啊 还是小蜜蜂啊 冲天炮 好问题 我因为很久没买了 对因为法规的问题 对应该是不行啊 因为毕竟然后住家都很近 有点危险 对 可是我记得仙女帮是买得到的 仙女帮那个算炮吗 那个应该不能算炮吧 对啊 好我们在上一集的Podcast当中 我们是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同居了一个半月的一个分享 对五一进行的五大控诉 那我觉得 大家的回复可以稍微整理整理一下 我觉得大家都蛮认同我几点的 有吗 不是都是认同我吗 就是大家会讲说 我看结论最后认同我的比较多耶 你干嘛忽略这一种 是有认同你的人啊 但是也不能够忽略 就是某些人有跟我一样的坚持 比如说一架就要用一样对应的一架 这件事情 当然也有人说我是强迫症啊 其实对应的一架这件事 我并不反对 我反对的是他直接把我的外套 直接丢下来说 你这个便宜的外套不适合挂在这里 这个举动是很恼人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最近在 你可以默默的就放下来说 这个衣架是要配这个外套 了解吗 就是沟通的这个部分是不是 对而不是直接 这什么便宜的外套挂在我这衣架干嘛 因为你现在最近也装潢了嘛 那你就是自己弄了一个 叫什么 换衣帽间 那你自己也买了一套新的衣架 那有外套的你就会买比较厚的那一种 一般的衣服你也会用比较薄的那一种 所以你自己现在也开始在执行这一套 就是对应你的衣架要用不一样的衣服 不一样的衣服要对应不一样的衣架 可是后来就放弃了 因为后来发现衣服在太多了 只要拿到衣架就放上去 这位先生就问你的断舌离 断到哪里去了 真的有点难耶 好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那一集啦 那一集的结尾我们没有做一个结论 就是无论是日常的相处 或者是同居的生活 其实两个人的相处就是要磨合的事情 对我觉得沟通非常非常重要 对 就像我刚才讲那件事啊 其实他只要好好的讲说 你这外套 因为我这是要挂 比较贵的西装外套的 因为他比较厚重 所以你那个挂别的衣架 我觉得我还蛮能接受这个理由的啊 嗯 对啊 两个人的相处 就是两个人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家庭背景 然后各自各自的原生家庭 毕竟也不是一起长大的 所以两个人就是要相互的包容沟通跟妥协 那可以妥协的部分就互相妥协嘛 那不能够妥协的部分 就是可以沟通沟通一下 那我改变 我可以接受要改变的部分 那你也改变 你可以接受你要改变的那个部分 对不对 那不能接受就是持续的沟通啊 找到一个相对来说 双方比较舒服跟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 对毕竟我们两个也沟通了非常非常的久 快要到 应该是说磨合了很多年了 其实也不算是沟通很久 应该是住进来前就差不多沟通完 他那些古谋的地方我早就也都知道了 嗯 啊 我不整齐的地方其他大概也都知道了 对啦 所以我们我们的步骤 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步骤 跟一般的情侣好像就不太一样 对啊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一起一下下就开始同去 所以我们那部分其实 主要还是睡念 好像也不至于到会生气吵架 因为我后来就叫他说啊 反正我知道你不会习惯了 你就不要演不见为经就好 对 啊他也就真的不要去看就好了 哎我们这一个半月没有吵架 没有啊 我们最近是不是太久没有吵架了 嗯 有点怀念 你要吵架是不是 好啦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另一半 因为如果真的沟通不来 真的妥协不来 你觉得妥协你会很不舒服的话 也许对方就不是适合你的一个人 下这么重的词 对吧 我觉得认清现实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没有就真的是尝试沟通吧 不要想说去改变对方 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 跟一个人在一起 不是要去变成对方喜欢的那个样子 你应该还是可以去做自己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不完全是对的 嗯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本来就是需要磨合 就是你的 就在自己能退让的空间里面去做改变 对对 就是要一个沟通跟妥协 我觉得是必要的 要妥协 当两个人一加一要大于二的时候 这是一个必要的沟通 那在上个礼拜里面呢 我们在YouTube的主频道上面 我觉得蛮精彩的 虽然说我们的子频道上面 是没有发布什么影片 因为五一就是一直忙着腰去整理他的家 你也很忙耶 你说我 你好意思讲我 好啦 就是我一个礼拜要剪六支片 我哪有时间剪子频道片 好啦 就是我们都很忙 OK 那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没有开箱 科技或者是家电的产品 我们让A5厨房 重磅推出 重出江湖 我们做了肉骨茶 看起来很厉害吧 吃起来也很厉害啊 对 吃起来也很厉害 我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 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里我也要澄清一下 就是因为YouTube就是一个 无远佛界的一个平台 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在上面留言 很多人当你生辣椒那一段对不对 对 其实老实说生辣椒那一段真的是没有的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可是感觉看起来好像也不违和啊 就是因为他不违和 我才推荐大家我的吃法啊 因为我觉得喜欢吃辣的人 喜欢吃辣的人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加辣椒 对 我跟你讲一个文化 你是七十蛋糕可以加辣椒吗 你知道甜点跟那个就很奇怪啊 但是我跟我妈就是很爱吃辣的人 比如说我们就是每一天的晚餐 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我妈会煮饭嘛 然后每一天的晚餐都会切生辣椒 配饭 生辣椒跟酱油就是一小碟嘛 就是那酱料盘嘛 那在吃别的东西 比如说吃菜的时候我们会加一点辣椒 等一下等一下那句话有矛盾 你是不是说谎了 我妈吃菜的时候 我补充一下 我妈吃菜的时候 我想说你什么时候会吃菜呢 或者是比如说他卤肉好了 就是控肉 我拿一点我就会沾一点那个酱油 然后再加一个小小的生辣椒 这样配着吃 就是起到一种刺激跟体味的作用 所以在肉骨茶里面加生辣椒真的不违和 而且我还蛮推荐大家这样做 其实我能理解 因为我最近也发现 我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加泡菜来吃 你说kimchi的韩国的那个泡菜 对啊 就吃饭的时候加一点泡菜 我就觉得还蛮下饭的 对啊 然后也有人说 愚人士应该找我们业配 我跟你们说 愚人士我们已经卖给他们的这支影片 就是我们有授权给他们 不是卖给他们 就是我们有授权给他们去使用 所以未来你们 如果看到他们的官方上面有我的照片 或者是看到他们官方的粉丝专页上面 有转贴我们这个影片这都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谈好授权的使用了 然后另外他们还很喜欢我们制作的影片 他们还记得他们别的产品来给我们试用 有一个叫做梨汤的 我下次再煮 对也是 就是煮汤类的 我下次我再煮给你喝 也是马来西亚的吗 那个不算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特产 但是它是一个养生的一种汤 你有喝过吗 我还没喝过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尝试看看 所以不是马来西亚的特产 应该不是 因为我也没喝过 我应该说我连听都没听过 对 其实我是这一次才知道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是希望我们在A5厨房里面 来去制作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需要大家来提供一些灵感 让我知道说A5厨房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 如果大家推荐蔬食料理怎么办 就风沙 什么佛跳墙啊 就风沙 你不是叫人家提供意见吗 就是你们要因应创作者的个性跟属性来去推荐 什么三杯机就可以 三杯机还OK 我会努力的去学 那就是会变成实验影片 而不是教大家怎么做 那另外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 也发布了另外一支短的影片 那这个就是针对员工的桌面 去进行一个小改造 就是提供了给大家一个小拍摸 就是要怎么样去扩大桌面的使用空间 如果说你原本的桌子比较小 然后又在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你不能够把桌子丢掉的情况之下 对因为艾文最近变成生活智慧王 他一直很想改变他家里环境的布置 就像你们现在看影片左后方那边 对 这是一个新的布置 对这个是因应今年的过年啦 就是除旧步行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才发现说 顶天莉莉家竟然已经变得这么厉害了 新版的2.0 对对对 以前的顶天莉莉家就是那种黑色或白色的格网 对 然后勾纸这样勾上去 现在已经可以做这种成价式的了耶 现在影片上看起来好像没那么明显 因为上面那盆栽被挡住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录影空间比较小 对那001的那个办公桌啊 是我之前就一直跟艾文说 这个员工办公桌好像有点憋 对很憋啦 可是他也很瘦小 也不是这样说啦 我说因为你们剪片通常空间需要再大一点 要放两台电脑 要放耳机 我说你是不要太苛刻员工了 过年给他换一点桌子 对啊 他刚好最近又迷上 家庭布置 就是makeover的那种影片啊 对所以就顺便帮001做了一点小改造 也换了萤幕 对那你是不是有一句话想要对艾草说的 就是有一位行动派艾草他留言说 他的留言直接激怒了无疑 不是激怒啊 没有到那么重 我没有找出来他写什么 他是写说 建议可以把圣域这个空间让出来 让001可以在这里工作 他说旁边有柜子可以使用 001应该可以理解吧 虽然我是非常好的老板跟老板娘 但是人还是有底线 圣域他是一块急刃净土 请不要去侵犯他好吗 他现在已经很委屈了 你看都被遮住了又见不得光 有啦 连这么一小块净土你们都要剥夺 我在这里完全没有空间 天马还在这里啊 天马 嗨天马 对啊 不行 你现在空间移到那里 也没有真的太加分好不好 因为001如果真的搬到这里的话 其实这里空间也还是很小 只是影片起来 我们可能用广角拍起来他比较大 但其实他空间超小 而且他有个阶梯的地方 他如果不小心往后退 就整个掉下去 对而且我之前花钱 花重金布置的剩余 你要移到哪里去 不是更麻烦吗 对不对 不过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到时候等你 而且后面有很多爱草的爱 哦爱草的爱 什么那个曙光女神的 他们还有那个心语所念 送了很多支神圣衣啊 你看我要移到哪里去 很多啦 有很多为爱草 对啊 贡献了你 所以不要 希望大家不要去 不要去侵犯到极乐净土 但我们现在 让我有点 开心愉悦的小空间 现在我们的圣衣已经扩展了 他现在已经有第二个办公室了 对他现在也有分布了 就是除了我后面的这一块圣衣之外呢 因为我们这里真的空间有限嘛 所以五一会把部分的拿去他的家里面去摆 那这一次在家里面他也自己装潢的时候预留了一整个空很夸张的一个空间 小小的啦 也没有到很大 我觉得很夸张 就比现在的圣衣再大一点点 你到时候你拍照给我 我打在IG上面给他们看 会有不 因为我就讲 我们现在就在分配 就是哪一些要放在这里 哪一些要放在就是第二个2.0的办公室 对 就现在因为爱文他对神圣衣有偏好 他希望我把神圣衣全都留在这里 对啊 我就跟他讲说 请你把12个神圣衣留在这里 那其他的 你就是拿回去摆在那个墙面上面嘛 这样也好 看我这里也同意 在那里也同意 然后他竟然跟我讲说 他要把那个什么 雅典娜波赛顿 那三个神的 还有黑帝斯 15周年 他跟我说他拿回去 我说不行 虽然说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嘴巴会讲说 这么宅的话 你是很想挽留他们吗 可是我就觉得 你没有发现你已经默默的爱上他们 我是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 你12个神圣衣在这里 可是他们没有领头羊 这样不行 可是12个神圣衣的领头羊 是雅典娜 不是黑帝斯 也不是波赛顿 可是因为雅典娜是15周年版的 所以15周年版 你就是一个系列 他只有三只 他有四只 真的吗 你把心死放在那里去了 就韩国的那个爱上送的啊 哦 哦 那个也是15周年哦 对啊 你这样还想挽留人家 哦 那天马也留着哦 希望他不是15周年 没有 行死也给我留下来 欢迎回到爱耳闻这个Podcast节目的第48集 我是爱耳闻 我是吴依 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第48集 在前面跟大家回顾了一下 我们在上个礼拜在主频道上面发布的影片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想要来跟大家耳闻事项分享 耳闻事项分享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阴阴阴阴阴过几天 就是过年了 我们在上个礼拜在吃尾牙 前个礼拜了 在吃尾牙的时候 我们不小心聊到一个话题 突然发现 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在频道上面分享过的 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聊到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 你知道创作者在做跟佳节相关的这种议题的时候 会有一个困扰 就是很多东西 你分享一年就过去了 你不可能每一年都分享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是今年的时候 是真的刚好不小心让我们聊到一个 我们从来都没有聊到的东西 就是台马文化大不同 在过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之前聊的是过年前要做的事情或准备 但是在过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台马文化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比如说厨师宜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厨师宜的时候大概就是吃年夜饭 包红包 你看包红包这件事情在我们家是大年厨师宜才做的 我们厨师宜也会包啊 只是通常家人就是包给我爸妈 或者小时候爸妈包给我们 都是在厨系吃完年夜饭以后包 对 然后像我的话 我自己因为那时候来了台湾几年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在厨师宜的时候包 所以有一年我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包给我爸妈的时候是在晚上过了12点 大家在放泡的那个时候就包 就是感觉要过年 就是正式 一定要过12点以后才能包吗 对对对 因为在马来西亚都是大年厨一开始包 厨二厨三也可以包啦 但都是大年厨一开始包 所以厨系包 厨系没有 会这样不吉利吗 也没有啦 但就是文化的上的不同 就是你们都是习惯 就吃完年夜饭之后就开始发红包 可是我总觉得就是 过年那个气氛厨系就应该是一个筹备的过程 大年厨一的时候才是一个正式迈入新的一年 包红包有一个新的气象 就是活动的延续上面跟那个schedule上面 它有一个run down在 如果说你把这个包红包这个大节 你说它是不是强迫症 听我讲 你不要先呛 你把包红包这个很大的一个仪式 放在厨系就好像我们把很精彩的部分都已经放到前面 后面就会收尾的时候有一点弱 那你放到初五再包就好了 不行 这样还会期待到初五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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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五就太久了 没有没有 就是你是强迫症而已 对啦 反正文化的不同上面就是这样出戏的时候 那大年初一的时候 原则上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 就是去阿公阿嬷家 然后大家庭都聚在一起 因为当阿公阿嬷如果还在的话 就是阿公阿嬷的下面的孩子们 就拜年啊 孙子们就都会来嘛 对不对 那大年初二的时候应该也是 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回娘家 就是母亲那边要回娘家 初二回娘家 换句话说也就是回去外公外婆家 对那我们家是比较特别 这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这也是一样 这大部分人是一样 只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家是跟妈妈那边比较亲 对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大年初一的时候 我们就先回去外婆外公家 对啊 其实这好像也没有很强硬的规定 没有啦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 小时候就只是记得初二回娘家 但是好像有的确有时候初一就会先回 有时候就是看你知道文化到现在了 其实有时候如果说娘家也没有到很远 还是那里很近 其实我傍晚回去一下 大家过个年抽个戏份也不错啊 对像我们那时候我爸跟我妈家 其实娘家没有离很远啊 对你爸跟你妈是刚好来自同一个 隔两条街的路走路都会到的地方 走路都会到的地方 对啊 对所以其实就是还蛮 还蛮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大年初一跟初二是一样 大部分是一样 但大年初三开始 我跟你们讲就是大不同 请问台湾在大年初三的时候在干嘛 大牌 在哪里 初三好像就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 OK我们初一初二的时候 就是除了娘家之外 我们还会去一些亲戚的家 比如说阿姨的家 或者是舅舅的家 这些就是还是在直属亲戚里面的 我们应该说初一到初五 这些时间就是你很灵活运用 就还是在到处去拜年 但是主要是以亲戚 要不然就有可能也还是在阿姨家 就是你不会只待一天嘛 以亲戚为主对不对 对啊对啊 那初三呢 就初三还是啊 还是对不对 我们讲初三的话 马来西亚就大不同了 或者说马来西亚南部巴德巴哈的这个小镇 你干嘛你干嘛又局限 你怕被马来西亚人呛对不对 不是因为马来西亚真的很大 因为各地文化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那至少在我们那个镇上呢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就是初三开始我们会进行团拜 或者是班拜 班 对班级的班 班拜 就是大宁初三的时候 大家就约在一个地方 轮流的去这一群人里面 同学A的家拜年 比如说我们ABCDE 去同学家拜年 对我们会去同学家拜年 同学看到里面有觉得很讨厌吗 没有啊就是 想说拜过年的人也还要来 没有没有没有 而且我们会搭公车去 比如说去永和这个人的家 然后永和人家去完两家之后 我们就去土生那边 我是举例啦 就接下来就到土生那边的几个人的家 然后接下来就到中和那边几个人的家 就从早拜到晚 等一下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这些人的妈妈看到你们要给红包吗 可以给可以不给 就是没有一个很强硬化 主要是一个气氛 因为红包其实就是一个气氛而已 那就算真的有给 其实也只是给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大概多少 十块 如果以马币来说 我那个年代大概就是 有两块钱五块钱的都有 一般不会到十块钱 因为你想看 你整个班级的同学 蛮多的 对啊 所以有时候只是一个意思而已 所以你也有收过就对了 我有收过 我有收过丽娜妈妈的红包 我也收过凯旋妈妈的红包 十张妈妈的红包 我收过还有很多 顺平妈妈的红包 我收过很多人的红包 你要不要直接讲 谁的妈妈没有给你红包 我跟你讲 我高中人员非常的好 就是还是一个 就那时候还是有朋友的年代就对 对对对 那个美好的年代 所以就是班级的人 会去同学家去拜年 这个我们叫做班拜 那另外 就初三到初五的时间 就是自由的应用 有些人会去班拜 那班拜的过程当中 也会去老师的家拜年 过年还要找老师 我们跟老师的感情非常好 我们都会跟班主任拜年 会有什么 会不会真的只局限在你们小镇 我跟你讲 而且是我们毕业之后的时候 你还会发现 就是因为我们班拜 毕竟老师不会只叫一届 老师可能会叫很多届 所以会很多学生一起来 对 就是那种逃离满天下的感觉 老师的家就出三 出四出五的时候 就会很多历届的学生 轮流去拜年 当然我们会提前 先跟老师联络 就是今天下午两点 有没有空 当老师的人 其实很忙 连出三都还要做工作 老师真的很忙 对 老师真的很忙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种 蛮好的一个文化 他你要去干嘛 就是拜年 老师新年快乐就走了 新年快乐聊聊天什么的 你想看 还要进去聊天 要进去老师的家 所以他就是还要 准备水跟茶 给你们喝 对 就是通常过年 你一定会准备一些年货 什么东西 可是你们不是一次进来 就二三十个人 对啊对啊 那老师家要很大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进来二三十个人 哎呦 我也必须跟你讲 就是马来西亚的地 真的是蛮大的 尤其是我们那个小镇 乡下的地方 就每个人家 都至少一百坪以上 就对了 一百坪 不知道有没有 但就是 就很大就对了 就是每个人的家 都是透天错 我跟你讲 所以人再多 也没有再怕就对了 没有到那么那么的 不行进入人 就是十几二十几个人 还是OK的 而且你想看 我觉得这个文化 是非常好的 就是毕业十年之后的学生们 然后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会回去马来西 就回乡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去探访老师的时候 然后各自 包括各自的境况 跟老师有一些联络 就大家现在过得怎么样 在哪里发展 这是一个很温馨的 一个仪式 是啦 是听起来蛮温馨的 前提是你要跟老师感情好 如果老师感情不好 你要去找老师吗 我跟你讲 不找也还好吧 不找也OK 虽然说是习俗 但不找也没关系 可是我必须说就是 不找会被你们排挤吗 也不会也不会 但就是 有些老师 你就是不会去找 对啊 你看 那这 就是你知道大家有个共识 就等于是 这时候就是验证他是不是 有得人缘的老师的时候 对对对 但大部分 这很残酷耶 没有啦 大部分会去找班导 就是班导会带你一整年嘛 他是你的班导师 班主任 跟我们国中班导超不好 而且是我们全班都跟他不好 不是我的问题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们 你们全班一起不好 那你就全班一起不要去就好了 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习俗 但是我们那时候 同学会就没有邀他 对 我要邀 其他人都不要叫 叫我不要邀 你就知道感情多不好 好 那除了班拜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团拜 团拜就是社团 因为高中的时候 你就会加入各种的社团嘛 社团也要拜啊 你要拜谁 社团就是去团友 团友的家 因为社团里面的人 就不是每个人都是同一个班级的 有可能是高一高二高三 各个不同的班级的人 然后就是加入同一个社团 那就去学长家 学姐家 还是学弟妹的家 就是轮延去拜年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在拜年的时候 比如说大年初一大年初二 我们去亲戚家拜年 或者是我们去班拜的时候 我们都会拿干 你在过年不是会吃那个碰干吗 干嘛 干嘛 就是每个手上会拿两颗去拜年 就是恭喜发财拜年 然后收到的人呢 通常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有干嘛 就是过年的时候 然后就要换那个干 换干 换干嘛 不是换身体 在器官交易嘛 换干 换那个干嘛 就是我拿两颗来 然后就帮你换两颗之后 然后再换回来这样子 就是过个 过个水 过个水这样子 那会有人拿小的去换大的吗 就是有时候你拿很漂亮的 就换到一个很暖的 还是会有点不开心 对啊 这时候心机重的 就是这时候看出来 可是应该也不至于 要到这么小家子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 很多人来你家拜年的时候 每个人的手上都拿两颗 你只要那边的互换 互换互换一下就好了 每个人都拿 所以你们有20个学生去老师家 会他瞬间就多了一箱 可是他也要拿一箱来换 可是通常不会 就是代表性的 而且当老师好累哦 学生要来他也要准备一两箱的干妈来 就是换一下 对啊 不会每个人都带来的时候 就是带 就是有 比如说一团人 可能有一个人带两颗这样子去 代表性的 像亲戚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大舅二舅三舅 大一二一三 一个家庭就带一组就好了 就我们家 我们就带一组去 去阿公阿嬷家这样子 对 你就要拜年 然后拿红包 这是一个习俗 所以我今年可以拿干妈来换红包吗 你以为我给你吗 那想什么 那不是要交换吗 我让你体验马来西亚文化 你要感恩好不好 是我让你体验马来西亚文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红包的这件事情 除了时间不一样之外 像我们刚刚说的除夕包红包 跟大年除夕包红包的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 包红包的人 就是什么人要包红包 在我们那一边就是 结了婚之后的人才要包红包 可是这个我听过很多版本不一样 像我们家是 当完兵就不用包了 就不能拿红包了 台湾好像蛮多是这样 当完兵之后 对 对就不拿红包了 你看我现在31次回去 我还是少拿红包 因为我没结婚 对啊我没结婚 你该不会为了这个 不想跟我结婚吧 不是不是 因为你们的法律 就算台湾可以结婚 可是你回去的你们的法律 你还是未婚 那这样可以拿吗 这跟法律没有关系 这是跟一个习俗有关系 对你不用把它一个法律 把它复杂化就对了 对对对对 没有法律的约束 所以反正你现在回去 你还是可以拿红包 还是可以拿红包 对啊 是亲戚包给你吗 还是你妈包给你 我妈也会包给我 亲戚也会包给我 但是你知道 因为我记得每年 我现在看都是你包给你爸妈 对啊对啊 长大工作之后嘛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要包给爸妈 就是工作 出社会工作之后 可是你很早就出社会工作了 我那时候出社会工作又不像现在这样子 对那时候的出社会工作是 边打工边念书 那不一样啊 就你真正的出社会之后 有正职工作之后 就就就就要包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台马文化大不同的地方 对这个是今天的耳闻事项 第一项 就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 跟大家分享一下台马文化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耳闻的第二件事项呢 就是要又要跟大家告解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整个礼拜在我的生活当中 都被一个新的社群媒体也充满了 就是严重的完全上瘾 现在最近大家如果在IG上面 或在其他平台上面看到大家讨论度 最高的一个社群 应该叫做Clubhouse 我严重患上成瘾 我每天一起窗我就开始听 然后中间工作的时候也在听 煮饭吃饭健身 睡前我都在听 连赖都不回了 我哪好不回你赖啦 回的很慢 电话也不接 哪有不接 电话接起来就说 因为我刚才在开那个 所以我都没听到 没有啦 只是它没有震动 所以我没有听到而已 你看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软体是什么的话 我就浅谈 稍微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如果真的要深谈的话 这个可以谈很久很久 因为它完全在台湾掀起了一个大风潮 最近的确是 对 但是目前啊 就是只有限定在iPhone的用户 iOS的用户 你可以用iPad登录或者是你用 你用手机iPhone来登录 那它还是一个邀请制的 所以你要拿到邀请码 或者是有别人通过你才可以加入这个软体 那这样 一定要有邀请才能加入 对 我自己下载还不能用 不行 你自己下载你可以先注册 它就会把你排到就是 waiting list上面去 那如果说你的朋友的联络簿里面有你的号码 然后看到你在 他会跳出来说 你有朋友现在正在外面等待当中 你要把它拉上来吗 就通过这样 没有朋友的人还不能玩 不行 对 那你怎么可以玩 我有朋友啊 我有Podcaster啊 杰西大叔拉我上去的啊 你什么时候有朋友 我一直都有 是你不知道 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边缘吗 我的边缘话还不是你造成的 少牵托好不好 对啊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杰西大叔 然后他邀请我上去 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还讲说 这什么东西 我就想说 可能只是一个 就想不到你比他还迷 对 对我今天比他还迷 对 所以我是在上个礼拜天 1月31号的晚上加入的 我就觉得 嗯 有一点晚加入了 但也不算晚 其实以目前来说的话 还算是一个betal version 就是它还是一个测试版 所以只有iPhone可以加入 像5e它是Android系统 就不能加入 但是你其实你可以用iPad来下载 只是页面会比较丑 它就是那个手机的程式 你要把它放大 就这样子比较丑一点而已 但是你还是可以加入跟互动 因为我手上还有邀请 毛可以邀请你进来 它是一个以直播形式 来去跟大家互动的 一个声音软体 它上面都是以音讯为主的 那听众们 他们也可以随时的加入 来去跟主讲们来去互动 那也是一个以声音为主的平台 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发文字 所有的沟通 所有的交流 都是必须要透过声音的方式 没有私讯之类的吗 都没有 但是你可以 私聊 私聊也是要透过语音 就是我跟你开一个密闭的 私密的房间 那我们两个人 那别人看到吗 私密的话别人看不到 我可以开一个 就是只有我和你的 一个room在里面 一个房间在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听到说 谁在开房间 谁在开房间 不是那个开房间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在clubhouse上面开一个房间 然后大家在里面交流 不过目前他就是还是邀请制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很红很红 就我目前现在的观察 我觉得有很多人是直接进入的时候就上瘾了 因为从一月底开始 第一波进入的人就我的观察 我记得你们那天的告解会有人说 他连睡觉都开着忘记管 有些人是故意开着挂网的 对啊 他连睡觉都开着 对 像我在使用的时候 无意有时候还就会在旁边听 就我目前的使用观察下来 我觉得在二月份 二月一号以前加入的都是台湾的先驱者 他是突然间在一月底的时候 进入台湾的市场 然后掀起一阵风潮 所以我是一月三十一号加入的 算是前两三天的人 蛮早加入的 对 那时候就很多人了吗 上面 其实不算多 但是进来的群众你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类型 就是你平时接触不到的类型的人 对 像我开始加入的时候 我看到里面是很多就是UiUX设计师啊 然后跟创投相关的 跟行销公司相关的 他们一闻到这个气味 他们非常灵敏 马上就跑过来的 然后接下来就二月一号 二月二号的时候 就是Podcaster开始加入进来 因为毕竟是跟声音相关的嘛 所以大家也会比较敏锐一些些 那那个时候在里面开创的这些房间里面 他们讨论的话题知识密度就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也在里面会讨论 比如说关于创投啊 怎么样投资 怎么样理财 或者是商业模式 那新媒体怎么变现 或者是Clubhouse这个新的平台 会不会对其他的自媒体的平台 比如说Facebook啊 Instagram啊 YouTube上面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冲击 那大家可以怎么样来去运用这些 还有他的行销方式 我们刚才下午听了一个下午的那个创业的分享 我觉得那个真的还蛮有内容的耶 对啊对啊 就是上面真的很多高手 很多神奇的人物在上面 而且是大家都很无私的分享 自己的经验 跟可以去建议给别人建议的方式 那有问题的人也可以随时的在那里提出 它是一个交流互动性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对那它也不完全是这么严肃的嘛 因为我记得那天还有听到有人在唱歌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就是比较后期的了 就是我后面会开始讲到 那开始在2月3号2月4号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群的YouTuber开始加入了 就礼拜三的时候 那YouTuber开始加入之后 相对的他们也会带动他们的流量进来 他们的粉丝们也会进来 然后还有艺人们在2月4号2月5号的时候 也陆续的加入了 如果要说YouTuber们 你们想到的应该几乎都在上面了 蔡阿嘎 蔡阿嘎 白石公主 李克太太 然后YJ旅行 林轩 荣荣历险记 等等 中林轩 对等等之类 我目前应该是只是 还没有看到久妹在上面吧 欣陪也还没在上面 我不知道欣陪在like什么 欣陪应该都有看到我们在打卡 欣陪如果你要加入的话 我手上还有邀请吧 可以邀请你进来 YouTuber们开始进来之后 然后艺人们也开始进来 我记得我第一个看到的艺人是周汤豪 然后周汤豪之后呢 就严亚伦也进来 周汤豪跟严亚伦都很早 那过后我就看到 唐老师 国师 唐利奇 唐启阳 唐启阳 我又铺路什么年纪的 然后后来也看到了 像光良 许如云 整宝仪等等的 这些艺人朋友们 他们也都上来 真的是一窝蜂 突然就所有人都进来 对 所以那个话题性就会因应 每一个上来的族群不同 而有一些变化 初期的时候 知识密度非常的高 那后来也有一些人就想说 我真的不想要 我想要在这里放松 我不想要在这里听很多 这种知识密度很高 我觉得很累 上班已经很累了 我下班只要轻松 愉悦就好 当然也有很多人 就在上面脸交尾的 也有人一早就开始起床 然后就是跟大家讨论 早餐要吃什么啊之类的 对 所以它有各种的话题 跟各种的形式 可以在上面进行 那我们实际上 也在上面讨论了 这个APP 它之后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营运 比如说 因为它是一个 在疫情之下 出来的产物 对 它是在去年我问国外的那些club 因为我在上面有加入一些国外的聊天室 我去询问一下他们 他们说这个大概是在去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开始 这么久了 在国外先盛行 然后后来就是亚洲地区好像是日本为优先 然后过后才到台湾了 那台湾已经算蛮慢的 但是你说台湾慢 一点点 对慢一点点 但我觉得台湾已经算亚洲地区里面算算蛮快的了 是哦 对 所以在里面的也有 就是拿比赛的人也有很多 那开始大概也会开创不同的 比如说有人在上面玩文字接龙游戏 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瞎的群组 但是真的很好 像我有一天我在健身大一半的时候 我就 就是看有什么房间 我点进去 它就是你里面你只能够说Pikachu 你什么都不能说 它会把每个人都设定成speaker 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圈 然后你一进去那个房间里面 每个人就在那边 Pikachu 就是每一个人 你想想看十几二十几 五十几个人 一直Pikachu Pikachu 好恐怖的感觉 很恐怖 可是我一出力的时候 因为我点进去要等一下下 我就开始做运动 我一出力 在那边 Pikachu 我整个叉气出来 因为真的很好笑 那你有在健身房学吗 你神经病哦 我没有 我想说你尺度全开 没有啦 但我觉得它还是跟Podcast 有蛮大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以直播的形式 还要以声音为主的嘛 对 以声音为主 但Podcast也以声音为主 对啊 我说那个也是啊 对 那个也是以声音为主 相当的地方是以声音为主 但是它是一个直播的形式 它错过之后就不再有了 所以很多人会有个心态 就是哦 我不想要错过这个 所以我就一直挂在上面 这是最可怕的 因为你就会有成瘾症 你就 对 你就会一直挂在上面 因为Podcast 你今天早上没有时间听 没关系 我晚上再听就好啦 对啊 它是一直有流档在那里的 Clubhouse这个软体 它是一个互动性 非常非常高的 很多人就觉得说 哦 我平常都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接触到这些 创头老大们啊 或者是 我的偶像们 不一样的人们 对 我可以直接上去 跟他们聊天 这样的感觉 会给人家一种 很有亲近感的感觉 难怪你会花这么多时间 最近 我觉得我在上面 真的是像一个海绵体一样 我真的吸收非常非常多 哦 海绵一样 吸收非常非常多 你讲完这句话 你自己都没有觉得很奇怪 你在上面像个海绵体一样 像个海绵一样 我真的觉得 我吸收到很多 而且认识到很多 不同领域的人 对 上面只会变成一个海绵体 跟我讲一下 它未来会有很多样的应用 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 因为现在就是 很多地方都还在 在隔离当中 或者是在lockdown当中 所以你要开一个 海绵体聊天室 好了 回来 所以到未来就可以办一些 比如说线上的一些说明会 演讲研讨会等等的 那你也可以找自己的朋友 自己开一群 在里面点小尾 什么 那你也可以出进世界各地 不一样有共同兴趣的人 加入同一个房间里面 一起来聊 你不要再笑了 我在很愣着 在分享这件事情 我要先拉回来 你先聊你 有必要笑成这个样子吗 世界各国的海绵体 已经 那画面太美丽 我不敢想 没有人要看你说 世界各地的海绵体 那我自己是觉得 就我们的频道上面的应用来说的话 我们以后 也许他在开拓了 Android的市场之后 我们可以在上面 直接跟哀草们 来进行一个线上的互动 因为我们平常的直播 就是他们只能够打文字 我们可能也来不及看 有些回来也会比较慢一点 对 就是会错过很多 但是我们如果让他们都 轮流的上来发言的话 我们可以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好像也还不错 对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互动方式 也算是一种间接的见面会 声音见面会 声音见面会 对 所以 我 其实一直很想开 但是我就觉得 我不应该放弃 Android的 爱草们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开 而且 我觉得现在目前加入的人 应该也少吧 因为他是邀请制 或许很多爱草根本 第一个不知道 第二个知道了 也没有上去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 在之后我们再来尝试看看 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形式 就等他更普及以后吗 对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见面 有这个软体以后 会影响到很多YouTuber拍片吗 必须说 这个礼拜超多YouTuber的 挂在上面 头部拍片都不剪片的 那会影响到YouTuber的观看吗 至少 因为你看你们都在听这个 那谁会去看 对 这个礼拜就很多人在上面 就讲说完蛋了 就是这个礼拜都没有在看YouTube的影片 就是他整个人 就是曾经在这里 就挂在上面 但是 听说在Podcast的数据上面 反而是提升的 因为很多Podcaster加入之后 他们会在里面 会听到这些Podcaster 他在里面的对谈 他里面的谈吐 然后就会觉得 这个人可能还蛮有料的 那就会找一下他的Podcast来去听一听 而且在那边的音质 还是没有那么样的清晰 可是像你刚才说 很多是那种创统的老板 或CEO 他们应该本身没有在经营Podcast 但是他们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管道 跟其他不同领域的人 或者是他们对接的 跟他们有关系的一些企业 可以进行一个交流 对 像我们刚才下午听那个 对 蛮有收获的 对 所以我在这几天 在这个礼拜里面 我觉得我真的是脱离了 边缘化的程度 然后在里面也认识了蛮多 其他的 不会认识到的人 对 平时不太会认识到的人 不同领域的人 广告公司的人 冲头群的人 甚至是Google里面内部的人员 可以有机会的 直接在上面跟他们进行 一对一的交流 然后另外也还有很多的YouTuber 就是平常我有看到他的影片 但是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不会主动 去跟别人搭讪的人 苹果爹吗 苹果爹也是在上面聊到 对 才互相相 其实大家都有批识在关注 跟留意对方 但是就是平常没有联络 但是被加到同一个群组里面 去聊的时候 大家就会互相相认 然后还有那个band 就是《荣荣历险记》的band 也有互相在同一个群组里面 然后林轩 YJ旅行 就是 那苹果爹在上面口罩拿下来吗 他拿一个 他拿一个YouTube的板子 把它遮起来 还是维持他一贯的风格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是 蛮不错的一个软体 所以我会推荐给大家吧 如果说 这个当然不是业配 这个应该也没办法业配 对对对对 我会推荐给大家 因为刚好 接下来这个礼拜是过年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过年的时候 可以用用看 也许你过年的时候 有无聊的时间 或者是想要打发时间的时刻 你现在是暗示 你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过年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会 因为你最近还没过年 就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了 更况过年的时候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陪伴 那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 上去了解一下这个软体 怎么运作这些东西 那上面有一些不同的文化 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看看 那今天的Podcast 就跟大家分享两点 第一个耳轮事件 就是台马文化 过年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 就是Clubhouse 这个星星 兴起的一个风潮的软体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就在这里先祝大家 心灵快乐咯 加油 你不说心灵快乐吗 海绵体加油 好了啦你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